最大的回憶是 這裡辦過很多比賽 我也拿過幾次冠軍 譯如或者青少年的時候 都在這裡拿過冠軍 也很近我家 所以到現在從小到大 直到我上兩年 贏了Hong Kong Ladies Open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回憶 變化是小時候 可能沒那麼認真 比起大了 現在轉了職業的時候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好去珍惜 而小時候可能稀氣的時間多些 但大了的時候 未必可以像小時候 到處走來走去 我最開心的朋友 一直都是同一班的 一起大 但很多高爾夫球的朋友 都已經 不再在這個方面發展 很多大了都去找工作 工作 其實整班都不會再花那麼多時間 一起打球 相比起現在要自己一個的時候 我想都是正確的 因為我是一份職業 所以自己一個更加專注 是二個有一大班朋友 像小朋友 那樣去練 我和Hong Kong 從十歲識到現在 其實就是 真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 由大家是朋友 以至到大家的家 都變成了一個很親的家 兩個 我想最難忘在這裡比賽 就是他 我忘記打青少年還是業餘 因為我們經常兩邊一起打 那一次他破了球場的紀錄 他打六十七桿 我很記得 那我就輸了 自己不開心 但其實我們是朋友 所以我想 沒有他 我未必會有這麼 決心繼續練習 因為小時候我和他 是死對頭 才能逼得大家繼續進步 那時候真的很難忘 因為六十七 在十五歲的時候 大家都真的很厲害 我又視他為目標 他又視我為目標去學習 大家都學到很多東西